各位好 現在要介紹一本很棒的教材給各位 就是畫面上現在看到的這一本 這是一本很有 很有歷史蠻久的教材 我認為他是 少數 堪稱為經典的 爵士鼓教材 他的名稱是 Progressive Steps to Syncopation for the Modern Drummer 是Ted Reed 當然他老人家應該不在了啦 那這一本書因為 當然因為法令跟版權的關係 我不方便在這邊 分享他裡面的內容 我非常推薦你們去買到 這本書 他是一個 多功能的工具書 每一則譜就只有 簡單的高音聲部跟低音聲部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小鼓跟大鼓 我這是最常使用他的方法 如果你是個老師你也很適合用這本書來發想 一些教材給你的學生練習 學生也很適合用這本書啦 你會有很大的 發揮空間 這裡面的打擊順序沒有特別的限制 他可以作為 四肢獨立訓練的教材 或者是訓練協調性的教材 講到這裡 四肢的協調性跟 獨立性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的 好反正這個以後再說啦 我再花時間 慢慢的跟各位解釋 在試譜方面比較弱的 可以 透過這本書得到很好的加強 因為我已經隔了很久沒有玩所以 最近有把它拿出來打 好 那我們今天就從 這本書的 第1頁的第1個練習開始 你可以找到這本原版的書 我們來 玩玩看 我要先來 練習這裡面的 第1課 第1課它有2頁 第1課 Lesson 1 它分別是 一個15行的練習 以及一個16個小節的練習 打擊順序 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就無所謂 來囉 1 2 3 4 1 1 2 1 2 3 3 4 4 準備進入第四行囉 來了 1 2 3 4 來第五行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準備第六行 來了 第七行 第八行來囉 第九行 第十行 第十一行 第十行 第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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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第十四行 第二小節 第三 第四 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 每一行 都是同樣的節奏 重複四個小節 接下來的這個十六個小節 直接十六個小節 把十六種形態串連在一起 來囉 1 2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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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4 5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我刚倒数的两个小节打错了 我直接快速的再上述一次好了 1 2 3 4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1 3 4 1 3 4